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 北京大爷淘宝系频道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北京大爷 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名字 首先我是一个老北京 北京生北京长到现在快有60个年头了 所以称自己为北京大爷 也算是名副其实了 北京大爷是老北京人之间的一种称呼 称这个北京男人做事特别有爷的范 那么我到美国到现在快有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我去了很多商场 我这人呢特别爱逛商场 正好又在疫情期间其他地方去不了 那么在商场呢 淘了不少好东西 我就想把我这个淘宝经验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这期节目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亿美元在美国能淘的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啊 在美国亿美元买不了一个汉堡包 买不了一颗洋白菜 美国的洋白菜啊 是接近九毛九十美分一磅 那就说的亿美元一斤 一颗洋白菜 怎么着得有二三斤种 所以一美元买不了一颗洋白菜 初级上餐馆去买杯咖啡都买不了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说 我用亿美元淘到了什么宝贝 首先第一个给大家展示了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凋皮微薄 我用亿美元淘了一个凋皮微薄 我们先看看这个凋皮微薄 有一米一的长度 毛色呢 也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是一个整雕 制作的微薄 毛色很不错啊 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曾经花了六十五美金 买了一个凋皮大衣 后来逛其他商店啊 突然发现啊 和我这个凋皮大衣一样的 上的写的是假凋皮 就是这个人工毛 这么着呢 我就把那个凋皮大衣呢 就被退了 就被退了 那么想跟大家说啊 这个真凋皮和假凋皮的区别在哪 在美国市场上 有很多这个凋皮大衣 是假凋皮 是假凋皮 那么真凋皮和假凋皮的区别呢 我们首先看啊 真凋皮的这个毛 有长有短 这个短的地方呢 在他这个接近这个皮的地方啊 就像这个杨简龙一样 很厚很短 但是呢 假凋皮就不行了 假凋皮就是假凋皮 这个球衣啊 这个毛是一样长的 毛是一样长的 毛的粗细呢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第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第二个区别呢 是这个真凋皮啊 它既然是这个动物的皮毛 所以闻着它就有一股味 就像我们买一个这个羊皮大衣一样 它总够一股 但是你要买一个假的羊皮大衣 或者是这个假的什么包包啊 就是假皮的包包啊 它没有这个味儿 这也是鉴定的另外一个标准 我用这个亿美元 买了这么一个真的掉皮微博 这个橙色各方面都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就跟你说啊 在美国 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关于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我再说一个啊 亿美元 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泥子的帽子 这个泥帽呢 上的是有这个鸟的羽毛的 三根鸟的羽毛 这都是这个真鸟鸟的羽毛啊 关键是这个泥帽 它这个品牌 是Bally Hollywood Bally Hollywood 这个在网上卖 在亚马逊卖 它的这个新帽 是150美金到200美金 那么就算是比较贵的了 这在美国也算是比较贵的 这顶帽子 还是非常新的 非常新的 原来买帽的这个主人 没带就上时间 这是我亿美元 买了这么一种 这个 纯羊毛的 鼻毛 那么亿美元还可以买一个什么东西呢 太多了 嗯 给大家介绍 亿美元买了一副眼镜 关键这个眼镜的这个品牌啊 算是比较大 这个眼镜呢 品牌是Cucci G-U-C-C-I Cucci 我找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了 Cucci 这是Cucci的方形眼镜 如果要是大品牌眼镜啊 越是方形的眼镜 要贵一些 它比圆形眼镜要贵一些 这个眼镜 如果要是新镜的 要是买到啊 400到500美金 这个眼镜呢 这个保存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说的 有九成新吧 九成新 如果要是带的话呢 就是换幅镜片就可以了 换幅镜片没有多少钱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 在美国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的市场啊 讨不到这些东西 在美国的市场上 倒有机会能逃到 为什么呢 美国人大大烈烈 他什么东西不在乎 顺手就不要了 顺手就给卖了 他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美国人想呢 我买什么东西 只要我喜欢就得了 所以呢 他有的时候 不太注意一个品牌的问题 中国买什么衣服啊 鞋帽啊 这都是说的 讲的一个大牌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也是经常去这个 Olemo去买一些东西 但是后来就觉得呢 有比Olemo更好的地方 能够淘汰这些东西 我基本上每天都出去 去逛商场去 去淘宝去 到这个网站啊 浏览一些 哪儿这个 卖什么东西 卖什么东西的 有些这个美国人家里呢 竟是说的 这个在家门口 就摆一些东西 就给卖了 这是很便宜的 因为美国人啊 爱搬家 搬家之前 好多东西都不要了 所以这一呢 也是一个机会 我计划着 每天尽可能的 制作一期淘宝节目 跟大家来分享 让大家呢 知道美国的真实社会 真实生活 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么很多人就想 中国人想 就是如果没钱 没钱到美国 能生存吗 我告诉你啊 在美国生存 不用很多钱 生活到非常好 我这一桌的东西 后的这些花 全是淘宝淘的 还有这物与其他的地方 东西太多了 而且呢 越淘越有经验 美国淘宝呢 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中国要是去个搬家园啊 你就觉得 好多东西 你不好定 不好说这个东西 是真货和假货 美国不一样 淘宝美国的东西 很明确 确定 这个东西 值多少钱 当时就能定 为什么说呢 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商品 没有什么假货 就是 欧美国家出的这个商品 基本上没有什么假货 因为他这个年代这块啊 他写得非常清楚 比如说的磁盘子 磁盘子 把哪年哪年生产的磁盘子 这个 哈梦登日期都给你写上 哪个厂家给你写上 所以呢 你在查这些东西的时候 很快 很容易 而且他们这些产品 都是说的 叫这个 限量版的 它一次生产没那么多 但是中国呢 中国的产品就不行了 首先 现在中国的产品 大家都图一块 就是说的 只要是 我以量去上 你在京东啊 淘宝啊 大量这个产品 就是 质量 只要是说的 嗯 就是 到人家手里头 就先别烂了 只要能卖得出去 就卖 但是在美国不一样 美国买的商品 是有三个月 两到三个月退货期的 就是说 我买了任何一件商品 如果我觉得这个商品 我体验的 不好 我就可以退了 那么这个 商家和这个厂商 就要承担这个 退货的损失 那么中国也会有退货 退货之后呢 重新一包装 就卖了 美国不是 这个包装 一旦打开 就不能按原价卖了 他就得比原价 要便宜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卖 所以呢 在美国 如果是质量不行的话 这个商家根本就盯不住 今天这个经验 就先分享到这里 请注意这个订阅 我这个北京大爷淘宝记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